字幕提供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Gina美睫提供頻道 我是今天的代班老師 小三老師 那Gina老師她去哪裡了 她得了A型流感 目前在家中隔離當中 所以啊啊啊我當家 今天呢我們要來開放給現場的觀眾朋友 開放什麼呢 來你有任何問題 有關美睫相關的問題 都可以舉手做發問喔 來趕快趕快有沒有人 我我我 好好好 來這一位這一位 那個來自新竹的張小妹妹 有什麼疑問呢 老師我想要問說 為什麼那個黑膠啊 沾到夾子要怎麼 要怎麼洗啊 黑膠沾到夾子 那為什麼你的夾子上面會有沾到黑膠呢 蛤 啊 因為我技術浪啊 通常不是因為技術的關係 是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夾睫毛 在沾膠的時候 你可能會放太進去 那導致彎頰頰上面沾到黑膠 或者是你的指甲裡面呢 你距離撥毛的時候太靠近真睫毛 所以導致你在滑膠的時候也會沾到黑膠 對 那這時候呢 你們的動作是不是都會這樣啊 ㄎ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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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ㄎ 第二個樣子你的手會受傷 還有因為這個夾子 它是屬於金屬的物質 那你這樣子摳的時候在玻璃黑膠的時候 很容易造成夾子鈍掉 也就是不利的狀況下 那不利的狀況下你在夾睫毛就不好夾 你在撥的時候因為你的尖端被你破壞掉了 也會變得非常的鈍 而夾子不堅不好使用 這時候建議你 拿這個 黑膠專用的卸除劑 以及棉花棒 就可以解決囉 這時候我們就來教大家如何清潔 夾子上面的黑膠 首先要準備這個黑膠的卸除容器 那打開了之後呢 使用棉花棒 沾取適量的棉花棒再把 記住喔 蓋子一定要蓋起來 因為這個不揮發 揮發了之後呢 你的黑膠卸除容器就沒有了 好 拿著棉花棒呢 在你的黑膠的地方 塗抹 這樣子 你的黑膠 就會被你清乾淨 你的雙手也不會在那邊 吐夾子的時候 吐黑膠的時候 導致雙手受傷 這樣的方式不到兩分鐘 就清潔乾淨了 而且也不會傷害你的夾子喔 這樣子 來自新竹的帳小妹妹 你了解了嗎 了解了 記住喔 不可以再使用手 再去 空裡面的黑膠 這樣子你的手會受傷喔 喔 好 那有關任何美睫相關的問題 你都可以寫信告訴我們 或者是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按下 左下方的訂閱 這樣子我們有新影片上市的時候 你就會第一手知道我們的消息喔 那進到美田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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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次見